最近这两年以来,我国的网贷市场异常发达呀,发达到什么状态,尤其是去年这一年,忽如一夜春风来啊,几乎所有视频平台都在给你疯狂的推各路网贷的广告,而且人家那个广告拍的,说实话,比一些小电影小电视剧还好看,在人家网贷广告的逻辑中啊, 赵母娘学女婿不看彩礼送多少,而看你网贷额度有多少,网贷公司把钱借给你呢,不是在挣钱,而是在做慈善啊,动辄就有几个大老板模样的人站出来说,人家拿出五百亿五千亿额度来,好像是免费送给消费者一样,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,那就是在当代中国呀,似乎没有什么事,是比借钱更容易的了, 任何时候,只要你拿出你的身份证,只要你拿出你的实名制手机卡,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各大网贷平台上借出来一笔又一笔钱, 今年以来,在各方面的监管之下,网贷公司收敛了许多,曾经铺天盖地的网贷广告呢,也少了很多, 然而,您以为网贷这个市场消亡了吗?没有,不但没有消亡,人家生意越做越大了,而且慢慢往头部企业集中了, 过去啊,可能还有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打个广告,哭着喊着要把钱借给你,现在人家连广告都不打了, 人家已经把借贷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,为什么这么讲呢?因为今天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头部公司都在做网贷, 你打开手机,订个外卖,哎,人家外卖APP告诉你,你稍贵酒可以跟我这借俩钱啊, 哪怕你就是点了个15块钱的鱼香肉丝,我也考虑给你搞个分期付款呀, 你打开某个APP,约个网约车,人家网约车公司告诉你,我们除了可以给你派辆车之外, 还可以借钱给你,更别提各种各样的网商平台了,甭管是京东还是淘宝啊, 你在上面买任何东西,你都可以分期付款或者打白条的,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?没有,你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几乎所有手机APP, 人家都有借钱这个功能,有好事者统计啊, 说今天中国下载前100大的APP中啊, 大概有70个有这个放款功能或者分期付款功能, 说实话,恐怕除了几个相对正规的新闻网站之外, 没有哪个APP,它没有放款功能了, 于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一副奇异的景象, 那就是互联网的尽头是放贷吗? 为什么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做起了放贷这门生意呢? 以往我们就跟大家聊啊, 说今天的世界实际上只有两个大国是有互联网行业的, 一个是美国,一个是咱们中国, 其他那些国家甭管是日本还是西欧, 甭管你有这发达的经济还是有这十几亿的人口体量, 那些国家都没有成熟的互联网市场, 更别提互联网巨头了, 今天巨头企业只会诞生在中国和美国, 因为只有这两个巨大的市场能滋养这些巨头, 可是比较中美两国的互联网企业, 我们会发现一幅奇异的图景, 那就是美国那些企业相对而言都比较专一, 微软也好,谷歌也好,脸书也好, 甚至特斯拉也好,人家相对都把力量集中在主业上, 而我国的互联网企业当然也是有主业的, 可是混业经营非常多, 尤其是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来一个风口, 我们就会看到不光是小企业, 大企业也是一窝蜂的冲上去, 今年年初社区团购火了, 咱们可以掰着手指头输出, 有多少大企业介入到了社区团购之中, 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电动车的概念特别火, 所以中国的各大企业, 不管是实体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, 也都一猛子扎到了电动车领域, 到今天为止, 已经有多少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企业开始造车了, 因为我们的大企业有这样的传统, 只要看到风口就一定要冲上去, 我们就不难理解,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做网贷了, 因为做网贷, 它来钱真是快呀, 您想啊, 做社区团购也好, 做电动车汽车也好, 那都是重资本投入的, 你没个上百亿资金根本门不赚啊, 社区团购一开始要靠亏本做门门来扩大市场, 汽车行业那更是靠着重资金投入, 重资产投入啊, 相对而言, 网贷还真是一个花不了多少钱, 但很容易赚大钱的行业, 您想啊,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, 各个互联网企业实际上已经积攒了天量的用户量, 比如说微信, 微信号称自己的用户超过十个亿, 基本上所有中国能上榜的人都是微信的用户了, 不光微信啊, 网购平台也好, 网约车平台也好, 外卖平台也好, 共享单车平台也好, 只要你手里有个几亿用户, 那你做骑网贷来太轻松了, 因为网贷本质上讲也是一个流量生意, 为什么过去两年有大量的网贷公司不计血本的打广告,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啊, 只有大量的打广告才能换来大量的客户啊, 现在好了, 有很多客户本来每天就要打开你这个软件来订外卖的, 有很多客户本来每天就要打开你这个软件来骑共享单车的, 现在刚好烧带脚, 你告诉他我可以借笔钱给你, 自古以来做资金生意就是最来钱的门门啊, 左手从银行或者其他机构低息借来钱, 右手高息借给自己的客户, 直接赚中间的绿叉, 这个生意做的太容易了呀, 尤其是对于很多互联网企业来讲, 这些年来日子过得也挺苦啊, 我们确实看到人家非常风光, 动辄几亿用户占领了百分之多少的市场, 可是这一切都是拿钱砸下来的, 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不就是低价占领市场达到垄断地位再提高价格吗, 可是你价格一提高消费者就不满意了, 很多互联网企业到今天还是亏损的, 那么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能赚钱的买卖放贷, 为什么不冲上去呢? 尤其是最近两年的金融市场秩序整顿, 也给了他们机会, 到去年年底, 我国整个P2P行业烟消云散了, 七八千家企业上万亿的资金突然之间就没有了, P2P企业存在的时候, 一方面他们要跟广大的投资者吸纳大量的资金, 另一方面P2P企业也是市场放贷的主体, 吸引那么多钱上来之后当然要借出去, 现在P2P行业不存在了, 市场上突然少了很多放贷主体, 那些习惯了借钱的人自然要找新的借款平台, 于是各大互联网企业及时的填补了这个空欠, 似乎一切听起来都那么合理, 哎呀, 很多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大把的烧钱, 现在颇有点入不敷出了, 市场是抢下来了, 利润还没涨上去呢, 那么怎么办, 干脆利用手中这些用户和流量, 做起放贷的生意吧, 这简直是无本万利啊, 然而, 当我们打开手机上所有常用APP, 看到人家都在热情的邀约, 让我们跟他借钱, 让我们分期付款的时候, 会不会觉得事情有一点不对味呢, 咱就先不提风控危险了, 各大互联网企业应当有着自己的风控平台, 人家自己算得过账来, 知道有多少人能还钱, 知道有多少人还不了钱, 他们的立场能不能覆盖这些成本, 哎, 这些事捞不着我们帮他操心, 真要是人家自己算错了账, 把风控口子开大了, 导致亏损, 那也是他们自己造的腻, 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, 当所有中国互联网企业都在放贷的时候, 这对我们的经济是个好事吗? 没打开一次APP, 人家就给你发这个广告, 告诉你, 你可以跟他借钱, 甚至明明你可以全而付款的时候, 人家还用各种优惠诱惑, 你说不要一次性付款啦, 分期付款吧, 分期付款, 你可以享有优惠, 手续费和利息是非常非常少的, 这一切行为, 其实也是在对消费者做一个刺激啊, 刺激消费者花本该不该花的钱, 借本该不该借的钱呀, 以往各个网贷平台疯狂做广告的时候, 我们还可以选择不看, 刷到他们的广告, 马上刷走也就罢了, 现在可不行啊, 现在谁的生活能离开得了手机, 谁的生活可以一天不打开任何一个APP呀, 可是只要你打开它, 诱惑就来了, 人家就告诉你, 你可以跟他借一笔钱来完成你本有可能负担不起的消费, 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讲, 可能家庭负担颇重啊, 挣的钱要仔细花, 抵抗得住这种诱惑, 可是对于很多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呢, 甚至对于很多在校大学生, 刚刚过18岁的年轻人呢, 他们拒绝得了一次又一次手机APP软件带来的借款诱惑吗, 过去这些年, 因为校园贷而引发的惨剧, 难道我们看的还少吗, 今年以来, 国家多部门也屡次联合发文, 要求金融机构不可以把钱借给在校大学生, 要求金融机构你在借款的时候要确保还款人有合法的收入来源, 他借得起钱也还得起钱才行, 因为我们不希望因为借贷这门生意付了广大互联网公司, 结果造成中国年轻人的一地鸡毛, 因为毕竟借的钱是要还的, 甚至是要用一生来还的, 所以我倒真是想问这些互联网企业, 他们是如何在技术上实现的, 当他们推销他们的广告, 甚至当他们完成一笔借款或者分级付款的时候, 他们如何知道借款者有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, 借款者是不是还是一个在靠家庭供养的大学生呢, 借贷生意确实是个来钱的码嘛, 只要你计算得当, 挣钱是一定的, 千百年来从封建社会开始, 所有做资金买卖的人几乎没有赔本的, 然而这肯定挣钱的生意, 也会对我们整体经济, 甚至对我们千百年来优良的储蓄习惯, 造成冲击, 对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讲, 长久以来, 普通消费者都是以一种仰视的姿态观望的, 知道人家能赚大钱, 知道人家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方向, 知道人家是高精尖企业, 可是这两年来, 我们却发现有很多互联网企业, 干起了与民争利的事情, 比如说跟身边的小商贩争利, 开设剧团购, 比如说所有互联网企业, 都在干放贷的生意, 有时候我们挺不解的, 当他们的国外同行, 在考虑着移民火星的时候, 为什么我们的互联网头部企业, 还要干这种小生意呢, 照理拍案, 本回书着落在此, 预知大千世界上有何等惊奇,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